龙领迷哭下的这具骷髅究竟是谁 为什么他身上不仅戴着摸金服 而且还藏有一枚龙心玉佩 这什么玩意儿 看着材质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文香玉了 所谓的文香玉就是一种其实 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 而且环境越是干燥 香气就越浓郁 至于这具骷髅 应该就是这骷髅到死都没有找到的金算盘 也就是于古庙的修建者 至于他怎么会死在这里 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两人在把金算盘埋葬后 就想着要去找大金牙 可就在这时候 他们却听见了大金牙的呼救 原来大金牙在掉下来后 不仅被蝙蝠追 甚至还有胡八一两人看见了脏东西 也在追他 最后大金牙一头撞在了死胡同上 而胡八一则点燃了雷管 炸他的墙壁堵住了后面追来的蝙蝠 可这样做的代价就是 三人被控在了死胡同里 本以为就要交代在这里 可是一只刚才大金牙一撞 竟撞出了一条出路 通过这个盗洞 胡八一三人逃了出来 而出口正好就是鱼骨苗的镇垫 和就在他们要走的时候 原先胖子肩膀上的红斑 竟变得像眼珠子一样 包括胡八一也是 这时候的胡八一 突然想起了 城下子送的平安符 上面的卦象就是梨卦 而八卦中的卦象 除了对应自然现象以外 也可以对应人体的器官 而梨卦对应的就是人的眼睛 也就是说 城下子在给胡八一平安符的时候 就已经算到他们背上的眼睛 而符纸上所指的西南方 并不是渡口 而是这鱼骨庙 在想明白这一切后 胡八一决定回去找城下子 问个明白 他总觉得背上的这图案很不简单 可就在他们再次路过老头家 想进去喝口水的时候 竟在这里遇见了雪丽阳 而雪丽阳之所以在这里 是因为自从京阙古城之后 他就带着发疯的城教授 回美国治病 突然有一天 城教授的背上 也长出了眼珠子一样的图案 在他查看了外公的笔记后 才知道唯一解决的办法 就是找到传说中的木城珠 而雪丽阳之所以知道这么多 是因为他们一家 都是扎嘎拉玛族的后人 当年扎嘎拉玛族的先知 带领族人击败鬼东 想要溃探鬼东生出的秘密 没想到却招来了可怕的诅咒 所有被诅咒的人身上都会出现红斑 而生出红斑的人都活不过50岁 血液也会逐渐的变黄 先知通过占卜得知 只有找到木城珠才能解除诅咒 可经过千年的寻找 却一直没有线索 直到雪丽阳的外公这一位 也就是最后一名班山道人 浙古少 在他千方百计的打听下 终于得知木城珠就藏在 古西夏黑水城的大睡佛寺中 但班山一派只擅长 宜山填海之处 并不会搜山熏龙 风金定雪 所以他找到了身为摩金校围的 了成大师 想要拜师学艺 用摩金之术找到木城珠 所谓的投名状就是 浙古少必须在天明之前 取得南宋古墓中 女师身上的脸符 为了能拜入摩金梦下 浙古少按照了成大师的指点 来到南宋古墓立投名状 临走的时候 了成大师再三叮嘱他 倒倒是必须在牧师的东南角点一根蜡烛 灯亮后才能开始摩金 浙古少这次要做的就是取走女师身上的脸符 他先是在女师面前点了一只软石箱 这种箱可以迅速把发音的尸体熏软 以便于更好摩金 接着他取出孔石锁 从而便于套住女师的脖子 他就在浙古少扯起女师 要动手脱下外面的脸符时 忽然觉得背后一阵阴阴风吹过 只见牧师东南角的蜡烛被这股风吹得即将熄灭 突然感觉到脖子一样 好像有东西踩在了他的肩膀上 浙古少头皮发麻 急忙回头一看 原来是一只黑色的野猫 正恶狠狠地盯着他 这时候的浙古少突然想起了临走时 了成大师曾说过的话 我今最近在牧师中遇见猫 五黄鼠冷 极易进行识变 于是随手加出一件名气 击碎了不远途的罐子 成功地吸引了黑猫的注意 其实在这时候 另一只野猫却触碰到了事情 女师也随之出现了变化 浙古少暗道不妙 想尽快取走身上的脸符 但就在这时候 尸体口中的定时丸掉了出来 之间女士的脸上 开始浮现出一层白色的绒毛 江湖上的人之所以叫他浙古少 是因为他惊恐很多口气 能模仿各种动物的声音 而且足以以假乱争 在赶走野猫后 浙古少迅速捡回定时丸 重新塞回了女士的口中 这才及时的阻止了尸骗 而尸体上的白毛 也慢慢的消失不见 可就在他要脱下脸符的时候 墓室里出现了更多的野猫 浙古少顾忌重新 再次以口气吓跑了所有的野猫 在野猫逃走后 浙古少也在灯面鸡鸣的同时 取下了女士身上的脸符 小城大师对浙古少 这次倒走的经过很是满意 也知道他找慕成猪心切 并决定先跟他去一趟黑水城 等回来后再传授他风筋定学秘书 可两人却不清楚黑水城在哪里 只知道大致的范围 但幸好在路上 他们遇见了一个叫托马斯的美国人 并带着两人来到了黑水城遗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